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策划的就是一张四张专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蛮期待第四张专辑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大家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跟巡演在这里只能说四个字吧 叫稍安无造 想每天看你一百遍 你怎么看也看不倦 想问一下这么好听的这首黑呼 还有机会上户口吗 想每天看你一百遍 你怎么看也看不倦 对这首歌其实挺好听的 我看看怎么搞一下这首歌 可能说录专辑吗 我尝试 不保证待会儿我尝试 你在影视方面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计划 有没有特别的想去尝试的一些题材 其实都行 我觉得就是 只要有机会 给我敷衍一些好的角色 我就都愿意去尝试去挑战自己 想挑战文艺片 想问一下一心 自己有时候会看一些 什么样的有趣搞笑视频呢 会不会疼我吧 冒懒火的那个加特林 太狠了 真的 有没有加特林呢 加特林 就是 猫懒火那个 那个 樱花 M4 要是啥的 有吗 我买吗 如果要你亲手为粉丝 做这道菜的话 你会做哪这道菜呢 会直播辣虾炒肉吗 现在已经有了关于食物的歌曲 之后还会有什么特别的歌曲吗 其实这个食物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菜 叫马普道 是一个咱们中国的传统菜式 我希望通过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把这个传统菜式的美味 给它再重新加料 加一些佐料 让它变得跟不一样一样 所以就有这样的尝试呢 当然后面会有更多的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歌曲 会陆续的跟大家见面吧 应该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种味道 你们喜欢吗 看到你前几天在推特上发的照片 有是跟各个国家的音乐人 一起合作了新的音乐吗 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是要合作一首融合的各个地方音乐特色的作品吗 这次去美国就跟很多不同的音乐人合作了 顺便说一下Klee 他是现在在美国非常活的一位歌手 他真的很可爱 他听了我的音乐 然后我也听了他的音乐 互相交流了一下自己对于音乐的想法跟风格 然后真的觉得蛮好的 就是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合作吧 他真的很可爱 会在第四张专辑中有合作吗 我觉得其实还要看缘分吧 为粉丝送上一份新年祝福吧 为他们新的一年大大气 祝咱们Docky的粉丝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猪年行大运 猪年大吉 你觉得中国电影界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producer 可能大家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玩他们的音乐 其实就像我说 其实音乐人挺需要机会的 希望大家都去关注他们的音乐 你希望通过你加入极客电影 给大家更多的思考吗 这倒不敢 但是可能尽一些自己的绵薄之力 每位制作人都在音乐道路上 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有的用嘴巴说出来 有的用音乐来表现出来 每个人表达故事的方式都不一样 也希望大家去用心聆听 尽情感受 然后得出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种类 给他们最无私的支持 从艺人音乐人到后来的制作人主理人 是什么让你实现了身份的一层又一层转变呢 其实就是不断的学习吧 就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让自己不学习 就一直要逼自己学东西 不懂就去学 不懂就去学 这也是一个进步的一个最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吧 中间有遇到困难吗 会 就是有的时候我听到别人的声音 我会做不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听到别人的 为什么做鬼道做那么好 为什么我的鬼道做的 就总是比别人的感觉要差一点的时候 其实会非常着急 你喜欢个人创作音乐 还是喜欢团队一起去做呢 因为我没有producer team 最近这些年我想要去建立一个 我自己的producer的team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做 有时确实会有一些累 包括声音啊 sound的选择啊 会有一些吃力 用一个词来定义你发了第三章三集后的自己 攀登吧 为什么呢 已经在攀登了 我觉得很好 再用一个词来定义即刻电音当中的自己 即刻电音你们觉得我是什么 吉祥物 你怎么理解华语音乐的中国风和原创性 我觉得首先就是自己尝试去创造 原创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它代表着生命力跟创造力 想要把华语音乐带向世界最好的方式 就用mpop的类型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对我来说mpop的概念是mix mandarin pop 所以对我来说mix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音乐里包容了所有的不一样的文化 不一样的语言 但是也能够凸显中文的独特特有的魅力 跟中国乐器特有的那些意境 跟中国的一些精神跟传统文化 当然我觉得在我的mpop里面的概念 有三大概念 第一个叫原创 第二个叫中文加 中文加另外一种语言吗 第三种叫做共创 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 而是需要千千万万上千上万个 所有的中国的制作人 一起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了 而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